我的目的 就是要让康司令 去找马慧龙的麻烦 说不定 还能洗脱他的罪名 既然你知道密查组 这么黑暗 那你为什么 不跟他们分道扬镳 因为我对你们的主意 不太感兴趣 再见 希望我们下次 下自有机会合作 骂了个八字的 痛快 这么长时间 老子别在心里 这口恶气 出来了 司令 您现在是消火了 可是这子弹 可就遭了秧了 这一枪一弹 可都来自于明 只可惜 他们最后的归宿 没在抗日的战场上 你想让老子憋死 司令 司令 这是还在烦李旅长的事吧 还能为啥呀 兵也戒了 人死了 扣老子一脑袋屎盆子 现在南京那帮人 对我是脸不是脸 鼻子不是鼻子的 为了讨他们欢心 我钱花得给流水似的 我凭啥 那司令知道 是谁陷害了你吗 让老子知道了 我一准亲手扒了他屁 我倒是知道一个消息 就是 下去吧 是 说 据听说啊 是马慧龙拍密探 刺杀了李旅长 消息准确吗 您先别管消息准不准确 这空雪来风 肯定有因 我建议司令您啊 还是去军部那边 深入调查一下 免得到时候 我们被动 你这个主意不错 但是我问你个事 你昨天晚上 除了军营干啥呢 哎呀 随便逛逛吧 不是我怎么觉着 你们是在利用我呀 司令说笑了 如果连我都利用你的话 那谁还敢救你 浴水深火热之中啊 老子心里边明白得很 那司令还想明白什么 高官俸禄都有了 啥都不想明白我 我觉得吧司令您啊 还缺四个字 说 良知正义 小子 少给我整了些虚头疤哪儿的东西 我可提醒你 老实点 司令放心 我老实着呢 康司令那边很滑头 怎么问他他都不表态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会去向军部抗议 策板的事先不急 慢慢来 但是薛云靖 为什么会给我们那种情报呢 这个年轻人很聪明 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争取过来 会是一大助力 也不知道司奇和小鱼现在怎么样 猜对 赵鹏 什么情况 刚刚接到组织消息 说是你从高斯那儿窃取的密码本 是假的 什么 假的 对 这么说 真的密码本 比小鱼他们结果了 组织希望我们联系到小鱼 看看小鱼能不能弄到真的密码本 那现在小鱼的处境很危险 我们不能让小鱼冒这个险 组织考虑到小鱼的实际情况 说是实在不行咱们就放弃吧 我们另想办法 现在松虎钢站正在爆发 如果我们能早日拿到日本人的密码本 就会少一些无谓的牺牲 这样 明天我去武城等着广告 看看能不能找到小鱼 好 再说 我相信小鱼 希望你能够相信她 进 什么事 邝教官 你布置的座椅都收起了 放桌子 好 邝教官 还有什么事吗 好 走吧 我们走吧 嗯 我总感觉哪里不对 小鱼 小鱼 怎么了 没怎么样 来 来 什么事啊 我想找个机会去矿坊的办公室 开样东西 你不许去 我刚才看见那几张报纸了 红旗日报 很明显它是故意让我们看见的 它又想陷害我 红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创刊于一九三零年 是中国工农阶级自己的报纸 是中国苏维埃的旗帜 小鱼 你真的是 我不是 我只是朝那个方向在努力 你上次救的人 是我爹 我明白了 小鱼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我只知道你是好人 你是我的好姐妹 我不能让你去冒险 我知道很危险 但是我一定要去 这很重要 有什么事情比你生命更重要的吗 我知道我去可能会死 但是如果我不去 就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牺牲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换一切希望 这样做值得吗 我当然知道 因为 这是我的信仰 小鱼 我陪你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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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工具团 肯定уска 教官好不好 又是你打扫卫生 我在帮七号的忙 嗯 行 好好干吧 我不要 我不要 你不要 你小孩 他可以 你能不能 我 你要 他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放 我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马叔叔 我发现矿放私藏共产党的报刊 我举报 他就是共产党 雄儿啊 最近思琪好像变化挺大呀 昨天还举报了矿放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我最近逼得紧吧 让他压力有点大 思琪 还有一个多月就毕业了 最近啊 孙专员 逼得越来越紧了 我想啊 等思琪一毕业就 师父 我从思琪的嘴里套出了藏金密码的口诀 什么呀 邓伯伯去世前 让他记住了李嫂里的几句诗 李嫂 没错 集绍康之位加息 刘友谕之二谣 还有 何风桓之能周息 附属一道二相安 我认为这个就是口诀 他已经跟你说了 这首诗代表什么意思吧 他没说 可能他也不知道吧 不过师父您放心 万事开头难 现在他开口了 我就一定能找到办法 好 你要尽力 记住了 还要抓紧时间 好 师父 去吧 嗯 李嫂 李嫂 段思琪 段思琪 你敢玩我 他都会把报仕 他们都会保持 他们都不会保持 我看你们就是私从共党谋杀同僚 我们没有 你不是在找弹壳吗 我帮你找到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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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顺顺顺 认你个头啊 认 猛爷要挂了 龙肥的人要夺权 赶紧跑吧 什么 这书 猛爷昨天从马上摔下来 已经不行了 你上次杀那个阿虎是龙肥的人 现在龙肥要找猛爷报仇 大哥 赶紧走吧 快 等等 还等什么呀 龙肥的人把前面都包围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咱们不能走 歪子 What 咱们得去救猛爷 如果成功了 咱们就是猛爷的恩人 那猛爷要死了呢 那我就去陪葬 你不要命了 行 猛王鬼 我就知道 你是故意放假消息来试探我的 你欺职灭祖 犯的是死事罪 现在跪下来还来得及 碰 老不死的东西 别给我疑老卖老 兄弟们 谁杀了龙飞 他就是我的恩人 我可以满足你们三个条件 上 龙飞 有什么事你冲脑子来 就凭你 先问问阿谷是怎么死的 阿谷是阿谷 我是我 江湖恩怨江湖了 你逃不过帮鬼的惩罚 被剩下的 被抓住的 开架 开架 水 开架 海湖 编写 开架 爬 爬 爬 闯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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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爷 龙飞死了 好小子 你又立了一大功 我说话说话 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实现你三个愿望 说吧 孟爷 我知道您一直是赢家 我想回到吴城 我要当小军塔藏主 我答应你 谢孟爷 多少钱啊 三十块 谢谢一块 谢谢一块 来 我帮你按 好 谢谢 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说 那天行动 是你负责拍摄密码本 你还记得那些密电单吗 你想让我莫抄密码本 是 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我只能试试看 那天太匆忙 我没有来得及看那么多 能记多少就写多少吧 就算我莫写出来了 你准备怎么把他送出去 还不知道 但是 你先把密码写给我 好吗 我尽力 谢谢你 四季 我帮你压一下 好 轻点 讨厌你 再来 好 好 找我有事吗 给你带了个苹果 谢谢 我不爱吃苹果 你干吗呢 马上就要毕业考试了 我再莫写密码 真刻苦啊 检查完了吗 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没有这意思 你想多了 看来我是真想多了 他看见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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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是真儿商来 走 你就 Cum 人家 如果牛的 就是你 你自己都 tenth有 apoy去我看吗 这件事瞒不住了 咱们得做最坏的打算 您现在也没慌 我想这件事情 还没有糟糕到这种地步 灰龙兄 你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撇得清啊 现在康兆卿已经在控告 是你派人杀了你旅程 我派人 我看你身边一定有个内贼 怎么可能呢 肯定是那个薛英俊干的 因为只有他最知道内清 也只有他才会有这么做的动机 孙专业 是谁也不可能是薛英俊 你想想看 如果是他的话 他怎么可能 把藏经的口诀告诉我呀 我想必有另外之人 我不管是谁 马慧龙 反正这个祸是你引起的 你必须得把屁股 给我擦干净 您息怒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咱们能不能 找一个提死鬼啊 说说 就说是 日本人挑拨利剑 那天李旅长被刺杀的时候 日本人的确出现过呀 我呀 再给您筹策出一笔钱 您拿着这钱 到上面再活动活动 我就不信哪 用钱堵不住那帮人的嘴 这钱 事到如今 也只有这么办了 不过啊 我们还要好好想想 到底是谁举报的呢 太好了 你全都默契下来了 里面有两处不是很确定 不过我已经标记出来了 希望不会影响到你 没有问题的 谢谢你 四季 你准备怎么把它运出去啊 还没有想好 这里的守卫太森严了 而且 匡方上次虽然没有抓到证据 但他已经怀疑我们了 他一定会紧紧盯着我们的 我帮你 四季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事很危险 我不怕死 反正 我都习惯了不是吗 你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这手帕都要冲走了 想什么呢 怎么了 哎 我有办法了 干啥 下水的 对 就是下水的 这人出不去 水总可以出去吧 但是这水往哪儿流 去哪儿拦截 这个方法可行星太低了 不管怎么样 咱们都得试试 我有个想法 但是我得打个电话 思琪 恐怕你还得再帮我一次吗 你说 邝教官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 所以这个电话要去 教会长的办公室打 我算个时间 教会长现在应该不在办公室 行 对 我们 我们 如果应该怎么办公室 我们的 tells� 如果我不应该能够 你不应该怎么办公室 我们的事 我们上传承机 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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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你好 请帮我转悟长日报社 你们干什么呢 换教官 教长 让我们在这儿等他 你撒谎 他明明不在这儿 你们怎么进来的 他刚刚出去了 是吗 我会问他的 如果我查到你们撒谎 问我什么呀 撒什么火呀 都在我办公室干什么 教务长 你刚走 宽教官就来了 还说我们撒谎 宽教官 有什么问题吗 教务长 真的是你交他们来的 有事儿 我的事儿要向你汇报吗 好 那我就不打扰各位了 说吧 你先走 我和他上 说吧 你先走 我和他上 教务长 教务长不是一直以身示范吗 我总得有点长进吧 你们在我办公室里到底在干什么 既然替我圆了谎 就不要问原因了 好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思琪 有些朋友可以交 有些朋友不能交 你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我的麻烦还少吗 我交什么朋友也不用你费心 今天的事儿感谢你 教务长 我先走了 我是光放 给我查一下教务长的办公室的电话 刚才有没有打到外线 是的 武城志报社 本人欲准让一批药材 天马 赞文化 平贝 灯心草 隐一来 由于这竟在二月十八日晚上九点去户 联系人 宋先生 电话 116130 这是小鱼的回复 没错 一定是小鱼 那这些药材代表的意思是 我去家宇她 104 00001 我去朝一下 是兽性的 区人 是过去哪儿 你去运作 不可 也就是俗诚的小诈 对应的地点 难道瓶子 藏在垃圾场 会在夜间发出光亮 那电话号码的意思就是 这是坐标的位置 就在这儿 同一个人电话不通 一下转让腰子 一下说够腰子 一定有鬼 你在干什么 今天是我娘的忌日 我给她放个河灯 大白天已放河灯 你名堂真不少 教官 请问营归里有规定 学员不能放河灯吗 营归不需要你跟我谨慎 赶紧离开这儿 要不我怀疑你们传递情报 是 是 我怀疑你 你来不需要你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九号 你这么积极 顺便把姐的拉姐刀了吧 我手里有你没看见 我先让你自己扔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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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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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蔡队 这好像就是坐标的位置 那我过去看看 走 小云 你怎么知道挖几场的坐标呢 林里那么多的生活垃圾总是要处理的 我打探过 每周五都会有首位 把垃圾运到后山的垃圾场 第二天再统一焚烧 我注意够浓烟冒起的方向 就推算出了坐标 李约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你确定他们能发现 一定可以的 小云 我的毛巾忘带了 你陪我回去找一趟 我放在各族 我陪你回去找一趟 走 好冷啊 今天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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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grad公司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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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我接马科长公公室 等等 先别接了 没有证据 科长以为我又准备段司机 换酒吧 教务长 有事吗 马上就要毕业了 毕业考核方案呢 还要我来你房间催吗 我马上整理好 就给您送到办公室去 你抓紧速度 邝教官最近心情不错 哪里哪里 也是科长训了我一顿 说让我一定好好配合教务长的工作 我是悬崖勒马 那就继续发扬 来 教长慢走 我这什么东西 喷 这次孙志愿辛苦了 终于把他们给摆平了 这回我自己都贴了不少啊 亏大了 这点啊 我心里明白 您和邱颜马上大婚在即 我怕到时候赶不过来 特意给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不成敬意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说起来 你还是我们俩的媒人呢嘛 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明您二位有缘分 灰龙可真的不敢贪功啊 南京的事说起来是摆平了 可我想一定还会有人盯着咱们 段思琪快毕业了吧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还有段府藏金的事到底怎么查 一定要拿个计划出来 计划我已经有了 段思琪毕业以后 我就派他打入康司令府内 一是观察一下藏金的地点 二呢 观察一下这个藏金 跟康司令到底有什么关系 只要盯死了段思琪 我们就可以渔翁得利了 不是说好了要除掉段思琪吗 这不是情况有变化吗 薛云进已经从段思琪口中 套出了部分口诀 万一有新的惊喜呢 段思琪若是尽了康福 一旦反水后果不堪设想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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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